中華民國立法院前國會助理陳維仁 林雍達和李逆鑑 質疑中共間諜案被起訴 台北地方法院5月10日 依違反《國安法》判決陳維仁10個月徒刑 沒收犯罪所得40萬元 以及刺探公務秘密未遂罪 判處3個月徒刑 得益科罰金9萬 林雍達就被判5個月徒刑 得益科罰金15萬元 全案可以上訴 而李逆鑑因病死亡 訴訟不予受理 陳維仁 林雍達 曾經擔任過民黨立委陳淑慧的助理 而李逆鑑就曾任前立委 雲林院長張禮善的助理 台北地檢處2020年6月17日 指揮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 首扎涉案人士相關處所5個地方 約談3人信問 據中央社報導 台北地檢處起訴指 陳維仁 林雍達 李逆鑑涉嫌被中共情報人員吸納 在臺灣發展組織 企圖收集中國國民黨內部 國共論壇資訊 警政署內部 法輪功等反共團體的情報活動 總統蔡英文的健保就醫病例資料等 但多數都不成功 台北地檢處去年8月期間 依國家安全法 為大陸地區公務機關發展組織案 以及試探搜集公務秘密未遂罪 起訴3人 李逆鑑去年9月期間 在醫院因大腸癌過世 台北地方法院公訴不受理